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你需要記一個東西 就是迴圈 迴圈 迴圈 第一個 他迴圈的寫法是這樣 for 大小寫沒有關係 for迴圈 接下來的話 for i 等於 哪一列到哪一列呢 等於10 到 2 就打一個2 10到15列 你告訴他說 我今天要跑來迴圈 等一下你等一下就是這樣 先第10列到第15列 我先告訴你 Enter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因為有for 就會有NAS 他們是一對的 一個partner 你不能有for沒有NAS 就不行 好那列制定完之後的話 再打一個TAB TAB 應該知道吧 在那個鍵盤的最右 最左邊的第三個TAB 這個就縮牌啦 當然你不打也可以 只是說寫程式 那個習慣要養成 這樣看程式會比較清楚一點 第二個是for什麼呢 forJ 因為這個I已經用掉了 這個是一個變數 這裡面的話就是暫時存放 10 11 12到15 J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 特別注意你不能A到G 只能夠是數字 所以是多少 D幾欄 1到7 Enter 等於是說你告訴他 我的列是10到15 藍的話是1到7 Enter 然後NAS 那這個是一個內外的關係 外面是列 裡面是藍 然後他跑的順序是 這一列先跑完 A10 B10 C10 一直往這個方向跑 好了以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就要輸出結果 那我怎麼輸出到我要的位置上面去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記一下一個名稱 叫做Sales C-E-L-L-S 這個Sales指是什麼呢 Sales指的就是呢 儲存格的意思 儲存格 後面加一個S 因為很多個